全大弄該玩 我覺得他焦點 我覺得他焦點應該是左上角那個什麼 對 我是你 不要看那東西 我那個不動又不重要 這很重要 還有一個十四萬 我有拍影片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以前 那時候我想說 那時候真的很練才 你不管是標近段角的那個進度啊 我好比說我用那個 魔獄調查團這邊 標近段角的進度啊 你看怎麼 三小時一百塊人 在那邊扣神經病 然後 那時候就是超級練才啊 然後你的人幣又被炸到那個乾渴的那種 所以呢 我每次就是 每兩個禮拜 我就會課一次這個雙周特賣出 重點是在於這個後面人幣 你除了可以拿到三千六的話 你還可以多拿這五百四兩百七 這樣子下 這樣子的人幣量 因為就是缺人幣嘛 然後之後我突然發現 我的人幣怎麼一直在正成長 你以為你買的好划算 結果其實你正落入了他的現金 對沒有 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完全沒有算到說 我到底要花多少錢 然後我就一直刻一直刻 就突然就發現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忍幣 我好像不用用那麼多了 然後就發現我煞車之後 我的忍幣還是持續在正成長 然後到現在 我完全不知道我要花什麼 我完全沒有地方可以花 而且即使我現在花錢去抽了一隻最強的BOSS角色好了 我還要再花他媽下幾八 好幾個月才把他拉成五星 我真的說你是盤子 我最喜歡盤子 沒關係啦 我就專門可 專門洗盤子那種 其實這隻黑貓跟這隻狐狸犧牲叫做 可不可以把那14萬人幣都換成人幣的那個人幣 你不要假裝 不可能的事情 剛出的時候有玩 好啦 雷神十連抽 跟你講全部都廢物 你要不要自己去抽一百連抽 你看這個是什麼 友情角 起始一星角 友情角 他給你一隻新角色 五個拼 然後重複變五個拼塊 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 等一下去升五塊小蒙拼塊 好 我記得當初好像 喔 新角色 又是 起始一星的友情角 這叫毛 不是啊 你有哪個角色沒有的 有啊 其實我很多角色沒有 我只是 蛤 什麼 背道 剛剛背道 蛤 我說你有哪個角色沒有的 我想你應該沒有小太郎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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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太郎 小太郎應該是七號機團出現的東西 好 我們恭喜拿到了毛 這也是起始一星的友情角色 基本上就是 以後面的拼塊可以多到變成兩隻 三隻的程度 好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是什麼 好 沒有了 來 得意友情 菁英 友情友情 媽的 我都覺得洗練卷比較有價值 好 差不多是這樣 你就送一個白金的機台了 你看一看 這個是我小蒙的 我可以練 我可以把兩隻小蒙生出來 我趕快把這個所有拼塊轉給你 就馬上有五星小蒙可以用 你知道嗎 什麼 我想用 然後你看 怎麼獲得五塊小蒙 好 我們掃當關卡 一 好 一塊了 兩塊對不對 來來來 它有很多個關卡可以刷 我們換到前面的 我剛剛就很隨小 我掃當過後三個沒有一個 對對對 就像這樣 三個沒有一個 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只是衰而已 就只是衰而已 對 因為我的股市差一個 來這邊再 你看 1 2 3 好 我們這邊花了多少體力 9 390 180多少 等一下 這隻是虎狸 虎狸這隻是你 虎狸這隻是你 我花了120體 我拿到了4片 跟這邊 接近你 等於是你這邊花了280人民幣 拿到 好 它算200人民幣 我就這樣賺了200人民幣 屁啦 反正就是一個 看過有史以來 最爛的遊戲機台 真的是沒有之一 你看你看這個毛 你看這個毛 1421片 這是4年來累積下來 虎狸有課喔 虎狸那時候我也有課喔 這個一定是有課的 這個 玉子燒壽司一定是有課的 好 反正 雷神機台不要碰 不要碰 哪裡可以花人民幣 1 買體力可以花人民幣 買體力很重要 買體力取決於你的經驗值 然後建議你要衝等級的話 刷李章傑 李章傑 你李章傑刷的是那個 你刷1 它就給你1 你刷表章傑 你刷6 扣6它才給你5而已 對 這是表章傑刷錯了 你這邊表章傑刷 扣6的體 它才給你5經驗 但是如果說是李章傑的話 它刷1體力就給你1 他 李章傑沒 沒有李章傑的東西要刷了 隨便啦 反正體力都爆了 這邊刷15體力 刷15體力就是給你15經驗 所以你要衝等級就刷李章傑 你要拚幾點王的話 你就刷表章傑 因為表章傑次數比較多 然後還有啥 然後就可以拿這個 每月幾點的那個 殺毀的 這次 這一次是折扇 折扇 唉唷 又安刀 為什麼我都打不到 蛤? 為什麼我都打不到 沒有關係你看我這個也是 我都打不到啊 我也打不到啊 運氣啊 運氣啊 都是運氣 都是運氣遊戲 然後還有哪邊可以花人 你是否可以 你是否要不要讓他看一下 什麼進度什麼東西 那個不重要 那個跟新手沒有關係 那個等他連續玩這遊戲 玩了4、5年之後 再來考慮這個問題好不好 唉加油啊兄弟 撐4、5年啊 加油齁 我冷 我冷多就已經從小玩到大了 可是我還是很爛 為什麼 已經跟天使認識得多一點 我從冷2就開始嗎 應該說冷1 冷1好像我想學2年級的東西吧 還是3年級 沒關係 這次天使可以鍛鍊你 殺小 謝謝乾爹 謝謝老爸 算了我不叫乾爹 我叫老爸 不要亂叫啦 天使爸爸 不要 走開 我已經講過 不要就不要 不要硬踩 唉 還有哪邊可以花人幣啊 適合花人幣的 這個加挑戰次數不適合 你已經賣不見了 變成泡泡泡泡 炸掉了 所以我現在這樣的隊伍要怎麼配 怎麼配喔 等我想一下 還有一個最花人幣的地方 來就是這個魔獄調查團 假 你沒有刻到那個VIP等級8獲得競段角色的話 你看這一些反白的都是我沒有的角色阿 我就是當時就沒有很想抽 然後 然後 那個調查團的話 好比說你看這樣子 24小時一次 一天一次嘛 那這個是一天兩次 這樣的話加起來是 10加20 20 50 然後一天大概3到4次 假設你可以無縫接軌 一天4次的話 3、4、12 一隻角色一天就消耗120 而且你可以多次 一次練多隻角色 所以到時候 你開啟魔獄調查團的時候 這個會很燒人幣 尤其對平民來說 然後 還有哪邊阿 應該就沒有阿 主要就是你把 人幣集中再埋體力 尤其是體力 然後再來是調查的部分 調查的部分也有一些角色算是比較強勢的 那還是要看你的 隊伍的部分 那 那一張圖喔 我看一下 你說你有的角色 在哪裡阿 找不到圖片 有了 在那邊阿 有有有有 唉呀 拍到不該拍的 沒差啦 我看看 呃 沒差 好 你有的角色你要我講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 你的主C是什麼 你是說你現在的要怎麼配嗎 對我現在的隊伍 在其配一張門 換那個 那個叫什麼 死掉那一個 死掉那一個 是諧音嗎 躲住啦 喔 死掉那一個 我以為說是死 死亡會爆炸的諧音 原來是躲住 死掉那個 好好 封面狗 那個 怪獅龍 你要以現在你能夠練的角色嗎 還是怎樣 呃 現在搭配最好的角色 現在 現在擁有角色搭配最好 我們現在是前面四個 孫氏 孫氏這一隻得意角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給你看他的技能 孫氏這一隻得意角 他本身 他 這是我練好 這是 這也不算是練到現在最好的 他的奧義範圍是算是 大概 呃 三成四吧 然後他自身周圍 然後物攻高 暴擊高 命中低 那他屬於就是 你刺客殺過來的時候 他可以 五本槍蹦蹦蹦蹦蹦蹦 把人家殺掉 而且 他可以靠修弱之音 跟狂師之音 快速拿到魂 然後再把別人蹦蹦蹦蹦蹦蹦 蹦殺掉 對 所以 假設 如果你只放孫氏 但是沒有對 沒有敵人 可以到他的那個 三成四的奧義範圍裡面的話 好 我們直接拿一關來 用放孫氏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 你有用過嗎 好 對我自己把他拔掉 對 我自己都把他拔掉 假 因為 因為他的奧義就是打 打他周圍 如果他周圍沒有敵人 他就打不到 然後 所以 你用飛天丸的話 你通常一個隊伍 你要開始 初心玩的時候 建議是用舞者 所以飛天丸可以 飛天丸 飛天丸 就可以 對 就 就可以 我照著我評價他 現在 現在我的功用都是 讓他去死掉 然後加自己隊友雙方 那個 那個 或許 平民來講 平民來講的話 你初期的兩隻角色 基本上就是 飛天跟那個 薰 這兩隻角色 薰 薰基本上是必練 因為你之後要爬一個類似 叫怪奇之塔 怪奇之塔 就是你必須要回血 你必須要有 要嘛 開場就直接把敵人秒的手段 不然就是 你要持續補血的 那個手段 反正 前期 前期 1到5吧 好像1到5沒錯吧 飛天丸跟薰基本上 你可以 都放 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你可以出現 因為兩隻就是 一定要有輸出 就這樣子 可是到後期這兩隻角色 基本上好像做不太上 沒有 基本上沒有用 因為 好像後期薰服得很少 後期 前 你前期就是需要他 因為他就是一個 御三家裡面 就是給你來補血用的 其實薰的補量還是很多 後期 後期是因為有 禁止治療 所以說 薰的補血量 就沒有什麼時間 禁止是誰 蛤 什麼禁止治療 就是 就是類似像 治療歸零之類的 痾 治療歸零 對 他就是讓你的治療變零 這樣子 好 飛天王跟薰 小飄的話比較特別 他屬於是 加閃避用的 但是你這邊的隊伍 高閃避的應該只有 高閃避一吹 然後再加上那個 閃避應該也不夠 是我把他完成高閃避了吧 看一下修煉 因為我是帶葵 葵的話 葵的話他比較適合 就是打樹傷的 跟樹防 他就是 他越奧義 他的那個 樹弓跟樹防 會越高 那他樹弓 樹防 樹弓越高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 那個 治療量 對 這個像薰的治療量 他就可以有所提升 然後 對 他就是一個偏樹防 跟那個 在他群體樹防 跟那個 群體 自身樹弓的 那他的背水症跟免疫力爆發 這個治療效果 也會多少 會影響到一點點 就這樣 然後 跟類似的角色 有 小夢去拿 對 小夢奧義的話也是 提升我方樹防 所以 可以放這兩隻標手 一直提升樹防用 不過 小夢是有被buff過啊 對啊 那是被buff過啊 小夢沒有 不過這樣子 不過時機就對了 小夢的話是舞蹈館角色 這邊舞蹈館角色 這邊舞蹈館角色 白戒 小夢 神威 耳淚 儀色 然後剛剛那個特上推薦的 就是這個儀色 這個儀色 這個儀色 那既然都講到儀色 就稍微講一下儀色吧 儀色的話 他蠻特別的 他算是命中低的舞者 因為我覺得 同時舞蹈館 比較有用的角色 對 他是目前舞蹈館裡面 算是最有用的角色 對 真的 他可以放出7x7範圍的那個 那個奧義方陣 奧義方陣 他是放7x7 然後呢 他只要補到隊友 還可以提升 短暫提升他的防禦 然後呢 他的普攻重擊 第五下普攻必定觸發的 會補血 會獲得治療效果 殘血的時候會封盾飛走 然後他就可以封盾飛走 然後再加上人馬方陣補血 然後就可能他還是殘血 繼續封盾飛走這樣 然後他還有那個 三大霸體的那個 這個 不會被封印 混沌跟詛咒的效果 其實 其實他最主要是不會被封印啊 對 不會被封印 就不會被封印 然後奧義可以 不會影響一直放這樣子 混沌跟詛咒的話 你他沒有說會對面瘋狂放育著血 不然你他沒有人 應該不太會被封印 混沌跟詛咒 詛咒 詛咒是避免被秒嘛 那混沌的話 就還好 因為儀色本身也不痛 那個 那個 請把 請把我秒了儀色 打在公平上面 你他沒有 你他沒有的 這個治療的重心 這個治療的重心坦克 你秒得掉 他不要再跟我開玩笑 平等了 然後 那再提一下 剛剛特上提到的佐助 佐助的話我還是覺得 就以現在 應該說現在怪奇角來說 都是相當的弱勢啊 如果是跟所有角色比 的話 我來講吧 佐助前期 他已經是怪奇角比較好的了吧 佐助是吃前期的 可是他後期沒有什麼 我覺得是看隊伍 前期他很強 前期他真的是跟鬼一樣 他前期真的是跟鬼一樣 但是現在 現在就不強 前期強的是 一個的 他一直認識 不行 你的話狐在一起的 哈哈 他這個話 他有點超級大笑的 哈哈 等一下 反正他的技能本身 還算不錯 但是他的定位挺奇怪 他是屬於 他是屬於... 他的刺客屬性是靠他的土盾去 好比說他在前排打傷害 打一打之後他會自己奧義飛去後排 轉轉敵人後排 或者是他在後排打傷害 打一打之後他會自己奧義飛到前排去炸傷害 然後他的物攻是相當的高 他以前看到他土盾真的就是... 鑽出來就是殺人 然後他不管是... 他就是一個不管是你打... 近戰或者是... 就是打近戰或者是跑去當刺客的概念都是很不錯的角色 然後如果說是佐... 就以武道館跟那個怪奇之打的角色互配的話 其實怡色是挺適合配佐助的 因為佐助的分身也可以吃到怡色的人法方針去加補血跟防禦 然後呢來... 被攻擊的時候會有... 被攻擊第五下必定會獲得一魂的這種技能特性而去加魂 然後都在觸發土盾然後以飛來飛去這樣 其實...其實某方面佐助也要看臉 他的輸出要看臉 還是看臉 就是他的... 他的奧義... 他的... 奧義是屬於那種... 沒有無視防禦的成分 那你碰到高物防的話 他的奧義就會變得很癢 不是...不是... 最主要是他是... 他是打最遠的 所以說... 你... 你... 你不能... 你不能確定說你那個戰場 他當下的本尊跟分身會去打後排還是前排 來... 像... 像... 像臉... 像臉... 像臉沒有的開擊... 像某隻黑子就分身到別人家後排去 他媽的... 被吼死我都不知道 對... 黑子... 他也有分身 然後他開場的話分身就飛到對方後排去 然後直接把對方後排打死也是有可能的 那他有三大霸體的一個剛毅的肉體 他不會被暈眩麻痺或是脫力 對 然後他被打 本尊的話他會有被打雷之杖斃 分身的話就是只是 能力相同 你看他聽他在好笑 那就是一個40%的分身 然後他可以幹嘛 他可以丟奧義而已 像這隻黑子比較有用的就是你 前到別人後排 然後被別人打之後 他媽的女生放麻痺給就是吧 所以你可以 假設你要守後排 其實我們以前 當時角色還不夠多的時候 我們以前是會拿黑子跟孫師在反後排的 那基本上對方後排殺不進來 當初又馬沒人擺後排 又馬就是孫師已經扛後排 然後剛剛小飄 小飄有講了嗎 小飄的話你比較尷尬 他是屬於閃避隊的 他是奧義速攻 然後狂師就是殘血加魂嘛 他自己就是 他自己又提升閃避 那物資杖斃的話 你看就是 造成傷害100% 這個是物攻跟速攻混合加起來100%的傷害 為什麼會這樣子設計呢 你要問志偉 我不要問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設計 為什麼他不顯速傷害100%呢 然後呢 騎降機騎命中的75%持續5秒 就是一個閃避隊的角色啦 就是假設你的隊伍就是閃避高 那你就是可以靠他去提升隊伍的閃避 小萌的話 所以現在我反而還是會推薦你練孫勢 但是 你可以先不要換他裝備 但是你可以先刷他拼塊 你16夜叮之死 你可以去刷那個拼塊 你應該可以達到那邊三星的 大概啦 然後小萌 其實講實在話啊 以前如果你要噁心人的話 我是有隊伍配置可以給你配啊 可是現在正好想你噁心不到人了 沒關係啦 我相信 你是說那個沒做建制嗎 不是啊 我說噁心人是一吹小飄 然後再配一個孫勢 你他媽的 然後再隨便配一個那個三個一扣的食物 守小飄啊 沒有啊 小飄跟孫勢啊 你他媽的小飄本身就加命中了 阿孫勢在後面 小飄哪裡會加命中 小飄不會加命中 沒有 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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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中 降 命中 你懂我的意思嗎 降命中是 避免孫勢被打到 阿孫勢閃避本來就很低了 你是要怎麼 讓他降別人命中 不是他在降命中的同時 孫勢本身就是一個狐狸叔叔啊 你他媽的 那就是噁心別人的 反正就是屬於兩個守候牌的 但是沒有 彼此之間互相沒有呼應性就是 然後小萌 反正我覺得你前期可以練友情角啦 那你這邊啊 除了小飄跟孫勢以外 全部都是友情角 他們這種就是 屬於 你的拼快獲得的速度最快 而且還有三個可以刷的點 讓你提早五星提早擁有他的價值 然後呢 利用完之後就丟掉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就沒有體質嘛 他體質就很爛啊 我有什麼辦法啊 就這樣子設計啊 我有什麼辦法 我有什麼辦法 我只知道我看了你的影片之後 發現我想要建制 我有什麼辦法 建制喔 建制 這個被你說的討厭的角色 但是我好噁心 建制以前這個友情的夕陽是叫友情萬歲 友情萬歲是什麼呢 友情萬歲是小萌死掉後的技能 對 他就是你什麼都不用練 我只要練到友情萬歲3 然後開場上去丟給被人死掉 然後讓他死掉之後 我的隊伍就痛得要死 就是因為這樣子 初期是 初期的鐵三角是 小夢飛天丸 然後熏 然後三個字都放舞蹈館 然後隨便 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就白劍或者其他角色 然後撕下神絲去死 白劍一個人把他全部歐掉 就是初期 太早以前了吧 那什麼 天 什麼 上古時期啊 這將近 將近 第三章或第四章的時候 然後後來出了這隻角色之後 那個很多人就直接做一件事情 他們都不用養 你就直接空中給我丟上場 他上場做的就是死 好啦 反正 我覺得 你既然拿到小飄跟孫氏了 那就還是建議你去刷他們的頻快 如果他們沒有 你還不是說你暴風沉之死 沒有辦法打到三星 或者是 你孫氏最早什麼時候啊 蛤 孫氏什麼 沒有啊 我是說 你 我算是沒在練 對啊 就是 你擁有的角色就可以先刷頻快 還是可以先刷 因為有時候有些 就很難講 欸 就因為現在 角色 太多啊 有的就很好取代 所以到現在我也很難建議你什麼 不好建議 那個 除了 有很多角色是從那個 李章傑去刷之外 我看一下其他角色好了 其他角色 你說你想要主練百戒對吧 對啊 那你舞蹈館就集中換百戒 那你舞蹈館就集中換百戒 那 你在怪奇之塔這五隻角色 你有什麼特別想要的嗎 還是我還需要再簡單講過 豆腐小生剛剛 你是在學我嗎 你在學我的隊伍嗎 好啊 也是可憐 沒有說 我沒有說 沒有說怎樣 好 百戒 百戒你可以當隊長 因為百戒有先速之降 可以加速攻跟速防 然後豆腐小生剛好完美匹配的原因是 因為 他是就一個純速攻的那個 那個劍士 你說 你說一刀把貓瓶劈死那種嗎 對對對 那個什麼一刀一萬五 練波洞 練力征服一棒吧 然後一棒把貓瓶的肚子給刮破一個洞 對 以前百戒是版本解答沒有錯 你說的沒錯 我還想要買 我還想要練那個 作夫童子 作夫童子可以啊 但是他就比較尷尬 他是一個很脆 很脆很脆 很脆的 刺客 脆到你 那種 別人一招啪 然後他就不見那種 那他可以降低別人的 可以造成術傷嘛 所以術傷不是特別重要 並降低 敵方的全體物防跟術防降防 所以其實以前百戒有配過作夫 可是作夫你要確定一點就是 你不能有那種手後排的 那個 不能有手後排的那個角色 不然你可能 孫師五本槍兩槍把它變不見 那個 當初前期 前期作夫其實在 讀到廣安 討論 有時候每個人基本上就一定會配一個手後排的 可是到後期不知道誰他媽的搞出一隻五星作夫 對 所以那隻五星作夫出來之後 沒人敢 沒人敢上脆皮後排 甚至連孫師都不敢上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這個作夫公子到後面 就是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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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夫你在兩星三星的時候 他真的很弱 什麼無敵 神弦什麼無敵 1秒 沒有 沒有 那個是 什麼0.3秒就不見的東西 你可以 因為我都練 因為我一般的角色都練滿 你可以自己去點作夫同時看那個 看那個到底是幾秒 那個1秒 無敵10秒 好像無敵 5秒而已吧 5秒太短了 作夫同時是 三星的時候很弱 二星的時候很弱 但是五星的時候會是比較強 他的技能會比較 完整 最主要是他噁心是第三招 他噁心在第三招 活氣之靈 對對對 你就可以看他一直暴擊暴擊暴擊 然後原本 就是 作夫基本上你會看到就是 衝到敵人後排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後排去針對他 沒有人針對他嘛 他不小心被打殘了 無敵10秒 然後就靠活氣之靈 砰砰砰砰砰砰 再把自己補到滿血 最主要是天賦1跟天賦3去做搭配 對啦 其他就比較還好 念力粉碎就是這樣速攻 降低的速攻 應該這樣講啦 初期的作夫同時 他只要一活下來 那 就完不了 就完不了 可是 後 可是後期 後期 最主要後期就是因為他無敵 無敵時間多了 就是你他媽的後期沒有一套把 作夫秒掉 那你他媽的就是 為什麼 一旦降防開始暴擊 他媽的那個作夫 沒有 降防不會 增加暴擊 降防只是降防 暴擊是他本身暴擊夠高 不是不是 不是 因為他本身 他本身這套就是無敵 然後再把自己血補滿 然後你他媽的又降防 降防狀況下傷害 降防的話你的暴擊 當然是會越來越痛啦 因為你本來就是防禦降低 我暴擊變1.5倍攻 然後再加上自己補血 所以你要 你要練作夫 但是你又沒有抽到作夫的話 你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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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可以有這樣子當傻逼 再抽一次 當神經病 欸 想當初 想當初那個什麼 給你看這叫什麼 想當初 想當初 該怎麼講 想當初七八十等 那個作夫同時 一招下去兩萬多 然後其實他媽的很恐怖 哦 樹公 他可能是樹公衝到作夫吧 你看這裡有作夫嗎 沒有 還有八十次 還有八十次 不要 只要抽那東西啦 一百年抽 不要 坑前的垃圾機台 史上最爛 我真的沒有看過 這麼爛的機台 你可以 拍影片 標題我已經幫你想好了 一百年抽 史上最 目前看過全遊戲 最爛機台 一百年抽 這樣嗎 農傻了 虎狸下去了 虎狸又回來了 所以作夫你要練可以 那 那你現在抽不到嘛 那你可以等 你可以讀讀看 每日雷神 或者是把怪奇之塔爬完 每日雷神 不是 48小時會有免費單抽嘛 還有怪奇之塔 你爬到什麼 九到十二層的時候 他會有機會 抽到角色 那個機率非常的低 那還有可能 他抽到角色的時候 給你是一隻葵 然後你就獲得五片拼快 也是有可能的 那個天使 你為什麼不讓他 直接去刷光卡 光卡刷不是更快的 那作夫 你現在要刷 必須要打到第三 那18等怎麼打到第三 熱殺城之三 我現在十九了 你可以熱殺城之三 的李章傑去刷作夫 可以啦 那個18等十九等很快的 那假設你真的選你人幣太多 你是可以這樣加次數再刷 那加第一次40 我們今天就獲得到兩片 那加第二次80 看 我們今天獲得三片 我這麼記錯不可以抽 那加第三次120 第四次123 第三次120 第四次160 沒有 然後我們這樣 所以說真的 不需要這樣子加太多次 想當初 會這樣刷的只有兩種的 一個叫瘋子 第二個叫做盤子 對 我也沒有那樣子刷過 以前又啦 可是我那時候是覺得說 不行 這個太花錢了 不能這樣子玩 所以我就只有刷一次而已 我沒有再加次數 反正那你如果想要練出不同職 那你就是熱殺 那個熱殺城之三 你把它打到三星 然後就開始 刷每天的三次就好 就不要再加次數 浪費錢 那反正新手腳那幾隻啊 一隻 一隻就是 噁心別人用的啊 啊 一隻就是把自己 自己坑死啊 小萌 小萌也是屬於樹工隊裡面 適合的角色 那他自己加樹工 然後死亡加隊友傷害 然後呢 刺客打他的話 他會觸發那個 降 降樹工跟 物攻跟樹防 就是降低物攻 刺客的傷害 然後也可以 降低對方的樹防 來讓自己紅臉更痛 或者是讓其他樹工的角色 來讓打出來更痛 這樣子 所以炎之上 幣其實是可以越打越痛的 我說實話 我說實話這個 我說實話 我看到小萌 我看到小萌 我就想到S3的心結 而且很大的心結 就是 以前的小萌 假設你小萌配白階 就是你小萌不能殺 但是你殺了白階 小萌又痛 小萌就很痛 小萌的紅臉真的好痛 痛 痛到你 就是你只要認真衝小萌樹工 他的紅臉絕對不會 讓你失望 那個 那兩顆丸子就是 痛到你 痛 好 只有痛這個字可以形容 就是痛 所以小飄可以不用 可以換掉了 小飄是屬於閃避隊的 就是 他就是一個中庸的角色 沒有到 小飄 小飄跟小萌 都有噁心人的地方 啊 你才你自己取決則而已 對啊 沒有 小飄是 你隊伍都是 如果說你 真的想要主練小飄 那你 我個人就是推薦你 怪奇之塔換一炊 因為一炊是 一炊是閃避 閃避 閃避為主的 坦克 你看 那這個 這個分身斬爛的跟死一樣 你就不用看了 那個 腿力增幅 他的 血量過低大概在30%左右 他可以提升閃避 目盾是他被普攻的時候 會變 目盾 目盾是目前 這個遊戲裡面最強的盾走 然後 當隊長的時候 他會開場加閃避 反正就是一個閃避坦克 那他的弱點就是束防 他束防特別低 那你看 他就好比說 我就可以用 衝高命中的小萌 一個紅蓮把他炸掉半血 也是有可能 三分之一血 或是半血 都是可以的 那一吹對抗的方法就是 要嘛就是用裝備去疊一大隊束防 或者是 就閃避撐到高 小萌打不中 這樣子 或者是你把飛天丸 念成那個金剛 金剛石 這樣子 飛天丸 我反而建議 衝高他 可以試著去衝高他的物理傷害 他的真空斬其實挺痛的 我也覺得很痛 飛天丸 飛天丸那時候 的配套方式就是 物攻物防 然後 格擋 物攻物防 格擋 防暴 然後你可以 魔石如果你夠多 你前期那個魔石 沒有沒有沒有 防暴 防暴直接放棄了 因為防暴扛起來沒有用 可是其實防暴他也可以靠他隊長機去加防暴 好 那還有啥 杜 杜這個角色真的是我覺得設計有問題 你就覺得他這個角色真的很好笑 你看這個 空裝沒有上 我在分身 我在以前無刻分身有上 閃避 防暴 刺客基本就是 一般閃避刺客基本就是 閃避高 防暴也高 很OK 然後命中 也OK 命中高 你才能打得到 打得到敵方後排 這命中還算OK 六屬性目前還算OK 然後物攻高 術防 術防偏高 他可以去 避免一些 那個術攻角色的傷害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他的天賦 很奇怪 奧義是打蘿元 奧義是打術傷害 一閃是打 不是 奧義是打物攻 一閃是打術攻 所以其實 你不用太專心衝杜的雙攻 如果你真的要衝他攻擊 那就是衝他物攻 然後他的破防加70% 破防加70% 有一個概念就是 因為 以攻擊三屬性 攻擊三屬性來講的話 他是先命中 後破防 再來暴擊 那他破防已經幫你 用天賦去加了 那你可以 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塞 你可以 對 這是他的角色 沒錯 那是他的角色 就是他的角色 對 所以我現在才講 杜的 其實杜的這個技能 我覺得只有那個什麼 我覺得 破防沒有用 對 破防沒有用 剩下其他愛 我真的覺得杜設計有問題 如果說他把一閃換成連神級就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給一閃的意義到在哪裡 你是怎樣 你是要讓人家衝雙傷嗎 然後只靠那一閃打傷害 你馬卡赫耶 連神級的話是同樣的技能 一樣加魂 但是他打的是物攻 我覺得他換連神級就好啦 我真的不知道他塞術 塞一閃是什麼意思的 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 程式設計師 設計這個角色 把這個角色設計的如此 別刪 那 你要玩強的度的話 其實也 算很簡單 物攻衝高 然後靠狂獅子 然後連續觸發奧義 或者是 那個一閃的傷害你就別管了 命中 暴擊 然後因為他破防本身高 那暴擊算是偏高狀態下 那你可以說 你螺旋斬 螺旋斬 奧義完之後 你一閃去 打到兩個敵人 就剛好直接再加兩魂 五星的狀況下 一閃天賦3的時候 然後呢 然後就很快再奧義 然後就在那個狂獅 如果打到殘血狂獅子再奧義一次 那這樣的話 度其實就很適合針對多標手 後排陣 那你就要配一個舞者 去在前面穩定他的標手的位置 然後讓度去穩定的去砍他 其實度很適合去針對孫勢 他是唯一是針對孫勢 最沒壓力的一張牌 我講實在話 那特上有用一般頻道去回你的隊伍 你可以去看一下 推薦 飛天丸 孫勢 小萌勳 跟范剛 范剛比較強嗎 范剛嗎 因為我剛剛有去看 我范剛沒有練 應該說沒有什麼裝備 比較有用 喔對 比較有用 是可以啦 因為范剛的奧義 其實你練好的話 他也算是挺痛的 范剛最少要三 最少要三才會有 三星才會開始強 因為主要是他的技能 的特別在於是 他開場入魂跟修羅之意 這個是完美的搭配 然後那那那那那 你接下來只要把月始戰的傷害衝高的話 那就 喔在怪奇很有用 非常有用 怪奇有用的地方是在於 假設你的范剛是五星 要下一關 那你開場的時候 就是分身出來是兩隻五星 然後月始戰啪啪 就可以很痛 其實 范剛開場入魂 其實他只要第二層 他就開始可以開局長好了 對 玩一下范剛好了 范剛 這樣子你以為蔡總可以打過了吧 怪木城 怪奇總是衝你後排 我看一下 你遇到什麼 助負 我被助負 我好像有兩隻一直衝我後排 剛剛 那你就用孫勢去擋 喔有有有 范剛 你用孫勢啊 那個我我直接講吧 我直接講吧 你遇到渡或者是遇到助負 這兩隻 這兩隻是專門切後排的 就是以前 你在這個等級很容易遇到的刺客腳 因為前期 前期有的 有的劍士腳很少 大多都是素 素素腳 所以說 很多人去養刺客 切後排 對 所以說 當初期的時候 刺客是爛大街那種 什麼就是爛大街 而且以前那個什麼 以前那個 百劍真的太強了 搞到很多人都需要練那個 然後 然後 自從 爾雷野出了之後 你就看到 對面 再也不是什麼 一坦三次顆 而是 直接四次顆 真的直接過來 對對對 你就看到四次次顆衝過去 怎麼感覺好兇喔 你一直要看 知道對面之後是 百劍當頭的 素素就是 四次顆張下去 因為 爾雷野當時就是 他的隊長已經超火大的 開場 前期就讓那個 直接讓敵方降攻嘛 那他前期的傷害就可以變成 對方的傷害就變癢癢了 怒法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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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怒法 超火大的這樣 前期不要換魔石 前期那個魔石CP值太低了 我 建議之後再換 現在認真換角色 你怪奇之塔 前期認真換角色 後期魔石會把你的靈珠全部煉光光 真的會煉光光 那個疑問耶 放在裝備上的那個魔石 如果你換裝備的話 他會消失 還是換給你 不會不會 他會直接回到你的包包裡面 不用擔心 你換 他就是卸下來而已 對 怪奇換左處 魔石的話你等到中後期再換 像是你可以一次換六階啦 七階的時候那時候再換 OK 因為我現在就是一個很尷尬 我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就是我怪奇之塔 角色沒有換完 但是魔石 誰說怪奇除了左處 以外其他東西 你把豆腐小禎放在哪邊 他們的你一定是沒被預解砸過 豆腐小禎在冷漏風雲 還可以還可以放那個 不知道什麼死神 那個是兩個遊戲 喔 對不起 豆腐 豆腐強是強在他的樹工啦 他唯一有一個地方叫殘害隊友 幹你不要再拿那個什麼 什麼三星 那個歷史悠久的老片在那邊損我 幹你 不過那當時看到那個時候真的很好笑 我在大半夜看那個戰報整快效果 那個天使的愛好 我只知道有一個人 跟你們一起打 怪木城 冷山的時候 然後 一出現 然後就不小心 跟爆冷的那個火蛙疊在一起 然後沒有被火蛙沖死 結果被別人 被那個對方放的那個樹給轟死 好 因為我還在拍影片 我先把怡村講完好了 OK 八重的話 這個飯 這個便當基本上沒有地方可以用 你當然要在怪奇之塔 戰鬥結束 怪奇 怪奇之塔戰鬥結束的時候 補他自己是可以啦 而且是真的補得很多 那 因為 一般的你在推圖的時候主線 都沒有什麼兩關的關卡 所以基本上真的很難用 就跟變天的那個群補是一樣的 都是屬於怪奇之塔比較有效 那他就是一個專門打 專門 提 哦 少數平民角 提升我方 隊友命中 跟那個 增加自己命中 就是專門 射 射 閃避舞者 像是針對一吹那種 高閃避舞者的 物攻標手 那他可以靠國管之力加傷 除了便當以外 我都覺得非常有用 他的個人特色是最沒有用的地方 那他本身高暴擊 高命中 就是一個高武功高命中的標手 如果你要拆那個 你要拆閃避舞者的話 這是一個很適合的角色 那個 講個笑話 近戰有武藏 然後射手有八重 這兩隻 這兩隻就是當初的高暴腳 對 國桿系列 武功 武功 不是 武功 暴擊的 那個 疊加的角色 那 易晶 號稱易晶排電風扇 這個強大的物理傷害 真的算是非常的強大 狂獅子的話就是 你刮完一圈之後 殘血再刮一圈 穿透力潛的覺醒是增加自己破防 那你可以稍微衝高暴擊 去讓他 刮到易晶展特別的痛 聚合閃也是相當痛的 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角色 就友情角 你只練一隻要練誰的話 我基本上就是退易晶 因為他前期真的太強了 他的武功真的超級痛 但是如果說他 對方只有一個舞者當近戰的話 他 就是比較沒有 比較難發揮 他比較適合那種 一大堆近戰群都大亂鬥 例如刺客陣 對對對 易晶就很適合處理 而且易晶本身格當就算是 友情角裡面特別高的角色 茶茶丸 茶茶丸是友情角裡面有 唯一有三個 三個霸體天賦的一隻角色 他有逆境的鬥志 他可以減少奧義傷害 更不會被凍結 燒傷跟反傷 那他的念力神 所以可以降低 好比說敵方前排 或者是速攻 這個就還好 重點是他的鐵壁 他比較適合 他比較強項的是天賦1跟天賦3 鐵壁他殘血增加雙防 然後他又有逆境的鬥志 可以降低奧義傷害 那他的日輪斬 基本上 你與其衝他物攻 你不如去衝飛天丸的物攻 會比較實際一點 那你前期的話 武者練一隻就好了 好比說你要不要去選茶茶丸 要不要去選飛天丸去練 當初茶茶丸 就是硬啦 當初茶茶丸被放在 拿來被放舞蹈館 噁心別人用的 他媽的永遠打不死的一隻 對對對 你配好的補血的話 他就是打不死 他就是硬 然後飛天丸就是物攻 比較痛 然後但是他死掉也很有用的 這種角色 好你目前的擁有角色講完了 我們是不是忽視了一個盾牌 等一下再講嘛 講一個小時了 神經病已經講一串 講這個破遊戲講一個小時 養神遊戲本來就講那麼久了 對 然後回一下特上 特上提到的 分身本身 開局奧義 對 所以你可以 可以玩一個就是 你練范剛加佐助 開場兩個分身兩個滿魂 就砰砰砰 這樣子 你怎麼聽起來有點噁心 呃 所以 耳獵跟儀色則一 對 耳獵各地牆一 對 你說的都 都 都可以接受 我都是ok的 但是 假設你真的要練百戒跟豆腐 也是可以啦 不會說到 弱啦 但是就是 他們兩隻都是屬於行動 行動點會 行動速度是比較偏慢的 如果他們被暈眩 或者是被連環打擊的話 很容易失智 直接當機 他也算是他們的弱點 那如果說 依照你這樣子帶的話 你看你是要打什麼 爬怪騎嗎 爬怪騎的話 我個人建議 你就 你目前 你要 如果你想要拉查查完 就是把查查完放起來 如果你不想拉查查完 你就放飛天丸 那你 舞者基本上有一個 你薰的話建議練起來 因為他就是一個 很好用的奶媽 孫師的話 你真的有其他 多餘的裝備 你可以練 因為 對方有刺客的時候 你可以用孫師去打掉他 那剩下的 就 隨意 那你也可以 假設你平常沒有孫師的話 假設你主練葵 你葵也是可以用的 小萌話 速攻 奧義特別痛 然後 如果說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刺客 是可以練一隻 鍍去 刺激的去切對方後拍 他就拿到三星才比較有用一點 在一二星的時候建議不給他賞中 八重的話 爬怪騎還算OK好用 尤其是面對閃避隊伍的時候 尤其前期命中真的不是很好增加 其實可以配八重加上那個孫師去增加他們命中 命中機率 他們兩個就是雙槍標手 為什麼 為什麼我每次都看到八重 第一個陰險的就是 沒有一個八重吃便當 結果一個黑字掃一顆頭 你很煩 你很煩耶 因為以前八重有一張利益 長這樣 這兩塊頭 我看一下 怎麼沒有圖 喔 這什麼 以前八重這一張圖呢 他右手邊拿的那一個是飯糰 對 但是那個飯糰實在太像人頭了 因為一度以為是黑子的 黑子的人頭 所以我們都覺得 當時就是 黑子的頭被八下 對 當時他手上拿的是一顆 超級大的三角飯糰 就是跟他臉 比他臉還要大的三角飯糰 對 然後翼金的話 除非你有愛的話 是可以練 他是一個很推薦的角色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練的話 基本上這個隊伍不太適合 差不多像這樣子吧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 怪奇之塔 我看一下 拼快的話 我就是建議你擁有的角色就可以先刷 除非你真的完全不想碰 像是 假設你小飄不想玩閃避 那你就可以完全不要碰小飄 你可以之後再慢慢刷 因為真的太久沒有玩一寸了 真的 好難講建議 好 那假設你真的想要百戒 百戒速攻 你真的很想要練百戒的話 那你就是百戒 百戒練嘛 我剛好在拍影片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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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你百戒是武道館角色嘛 配豆腐增加他的速攻嘛 那你怪奇跟百... 二三四雷台的話是精英角色 精英角色你目前沒有 不建議換 那我個人建議你上去調查之後 我們來找個調查角好了 核心在閃避 對對對 不練閃避的話用數很小 找一隻四合 你有看那個武道館排名 第S15的排名前幾名了嗎 沒有 你拿開一下 咦 其實我可以現在開啦 那等一下再來看 等一下我就... 我等一下就會跟你講 調查團要練什麼了 然後... 調查團... 再一隻 剛剛好 一隻... 兩隻... 三隻... 然後... 仲介 妖子人力仲介的話是相當... 相當強勢的角色 那以強勢度來... 功用度最高的就是劍職 因為那你不用上裝也很有用 然後... 再來... 比較... 再來是業障 業障的標手也是很強 螞蟻也是 螞蟻... 螞蟻會比較強一點 我說什麼 螞蟻會比較強 是嗎 我是已經... 沒有機會給這幾隻角色上裝了 我只知道業障配螞蟻很強 然後在前面放個尖隻 或是四狼蟻 螞蟻是... 越打越痛 對 越打越痛 而且... 他放奧的速度很快 因為他有戰機 然後本身... 他本身那個速度粉碎 可以把那個... 高三B的東西搞死 對... 他有點類似取代八重了 撤離取代八重吧 可憐的八重還是下去吧 有啦... 八重還有他的那個命中 是比較好一點的啦 不如說啦... 螞蟻的三個天賦起來 比起... 跟八重比起來的話 是壓八重的 對 而且最主要是... 最主要八重是國管 是暴擊才會有 螞蟻是你少一放奧就有 S15你把一吋五刀塊點開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 培養榜 前面三個... 前面三個玩家的名字叫什麼 你有看到了嗎 填基誰啊 一定要練填基 好 我們一... 開錯字了 這裡 摸魚掉插團的話 就是... 你其他填基就是買一買就對了 反正... 如果你人必夠多再買到三個小時 你人必夠多的話就是... 那個... 這... 那個... 十二跟六小時買一買就好了 然後你把免費的 友情調查員也放在這邊 填基練起來的話 那你的隊伍就會長這樣 那你就是這三隻的 星數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邊的話就是... 呃... 相當不錯的兩個... 坦克後排跟... 兩個術士跟那個... 一個劍士 那你基本上這種隊伍就是配上五者 來去穩定隊伍 那... 你也可以看情況啊 假設... 假設你的孫勢比較不會被秒掉的話 你甚至可以放棄五者 讓敵方後排直接衝到孫勢臉前 然後孫勢五本家帶他下去也是可以的啦 但是... 這要看情況 那... 那個... 欸... 想一下 那... 調查團你有特別喜歡那個角色嗎? 調查團... 我看一下 調查團在哪 波勒... 波勒... 騎稻田... 騎拉... 幽露... 半仗... 小球... 英文... 伊莉莎白... 珍珠跟... 土蜘蛛... 其實... 其實... 我可以推薦... 我可以推薦你啊 就是如果你是要穩百階的隊伍的話 我可以推薦你半仗或者是小球 你說... 穩百階的隊伍嗎? 對啊 是可以啦 如果說你是要穩百階的隊伍 如果說是以半仗小球來說的話 小球他本身當時被Nurve過幾次 一兩次 他的奧義真的是很噁心 就是強大的物理傷害跟術傷害 重點是術傷害 然後他唸臂也很痛 然後他也有三大霸體跟聲弦 那基本上就是... 他就慢慢旁邊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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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到好之後呢 一腳踩下去 術攻痛到要死 然後還把自己補... 血量補滿 很適合近戰的隊伍 有點類似易金 但是... 是術攻體系 而且又比易金還要強很多 不能說易金弱啦 這是比較算術攻見識 但是他已經練豆腐了 你同時再叫他練小球 會不會太術攻了 就是如果你不練豆腐 想到了 沒有沒有 他練豆腐可以搭配一個套路 就是你豆腐殘血之後呢 你那個... 念力增幅 念力增幅 12秒 速攻加50%嘛 你小球一腳下去再讓他滿血 他就是滿血 然後呢 有12秒的超級高速攻去砍人 然後... 半仗... 剛剛提到的半仗是 他本身有幾個技能是速傷害的 像是夜力引爆 夜力引爆 否滅的話是... 這到底是雙傷還是... 當時問過忘記了 反正封面也很痛 那個... 我只想... 半仗基本上都是速傷 喔對 半仗基本上都是速傷 他本身這個速攻... 可是他物攻偏高耶 所以這算是綜合類型的啦 但是他... 他這個概念就是 他一開始物攻高 但是他打越久 他的你看 他速攻跟速防會越來越高 那他就是一個 針對那個... 速攻的... 速攻... 算是很噁心的刺客 最主要是因為他夜力引爆 一爆下去 那個是直接炸... 直接炸光 然後封面再下去 那個其實... 根本擋不住我 說說擋不住我 然後特上這邊講的沒有錯 你還是... 這個人還是... 推薦練天機 天機真的是... 太過於... 噁心 他這個機體真的是... 我不知道在噁心幾點 他也是一個被Nurve的平民角 以前... 以前他強盜是... 連我們這種... 刻這種... 鏡段角色 抽鏡段角色的人 整個排行榜上 所有人的隊長 都是天機 你怎麼刷87 全部都是天機 天機太過於強大了 他是因為... 他是直接被Nurve的 顧洛金堂開場 剪的奧義抗性 跟進化的奧義抗性 才慢慢掉下來的 不然當時就是... 每個人都練天機 每個人都把天機 玩得跟鬼一樣 然後還有什麼 有人把那個... 進化... 玩得會爆擊 那個什麼... 那個誰 那個誰 那個誰啊... 忘記了啦 他那個名字 是用那個... 他預設的名字 對 所以我... 還是會推薦你練天機啦 你可以... 之後再練波爾 那... 如果你真的想要玩波爾的話 也沒有說不行 因為... 先講田機優點好了 田機優點基本上... 全身都是寶 就是... 進化是解狀態 然後還加那個... 加那個... 而且是舊... 血量最低的 還... 還可以解狀態 還提升奧抗 然後對... 假設對方開場一堆魂要打你的話 你可以用咕嚕雞湯去擋 然後還有三大霸體的防禦... 防禦霸體裡面 然後他放完奧義之後呢 馬上又可以再加魂 而且他不會... 他... 他這個鋼鐵意志剛好又不會被封印 術士最怕的就是被封印 田機真的是提禮 奇拉跟幽露... 真的是特別... 特別狀況的時候才需要的 對... 上帝可能被提禮 對真的 為什麼感覺還是很噁心 就是噁心 一個... 一個在那邊... 一個從S15一路玩到現在 還一次練三隻的... 狂人玩家都跟你講說 一定要練田機 你還不練田機 那我就沒辦法 好... 而且這遊戲是不能... 不能改名的 他創遊戲進去就叫... 一定要練田機 好... 對... 大刀砍過一樣強 那如果說你要練波羅 那你要注意波羅一個特性就是 第一個 他是一個速攻極高的角色 第二個就是... 他是... 物防極高的角色 那他同時怕速攻 他就是一個速攻高 然後... 物防高的角色 那這種通常會針對到 普遍刺客的一個弱點就是 普遍刺客的話就是 物攻高速仿低 所以他最適合... 他的擊魂速度很慢 但是被打擊魂特別高 那你就很適合就是說 假設對方一到一刺客 那你可以... 對方也有派武者的話 你可以用武者去跟... 對方武者護卡 讓對方刺客直接衝去找波羅 波羅就可以一發一個夜火 把他一直... 一個一個幹掉 而且你看他這個... 真的是... 物攻高到真的很誇張 他殘血會有更新增幅 那他可以增加物防 他本身又物防增加 那你被擊中他被打擊魂高 然後再觸發魂爆發 再瘋狂的擊魂 玩一下好了 哪一個關卡可以玩 這個關卡可以嗎 可是... 那個... 看到... 可是... 會不會撐不住啊 這裝備 我沒有裝備耶 應該會撐不住 120的應該撐不住 野豬... 等級差應該也可以啊 等級差可以嗎 我覺得血量不夠 野豬是速攻嗎 慘了啦 波羅撐不住了 但是你看... 他也看到他的... 那個被打擊魂真的很高 會有魂爆發 然後馬上又可以再一發 所以他被一大堆刺客圍攻的時候 他的... 他的擊魂速度是非常快的 他... 重點是被打擊魂啊 你看... 他可以這樣子連發奧義 但是如果說你放在一個... 不會... 看這個... 對... 他是一個可以連發奧義的角色 你看... 這個沒有裝備的 就可以打4萬傷害 但是如果他沒有被打 他的奧義速度真的非常慢到一根 你完全不知道... 這個遊戲該怎麼玩的速度 他可以比百戒還要慢 嗯... 這邊扛得住嗎 放一個廢物武者好了 欸... 這邊... 欸我一直想問欸 那隻是強嗎? 最下面那隻 哪一隻? 4當完? 對對對 等一下... 打完這個戰報等一下跟你講 如果... 假設我用武者去穩定整個隊伍 讓波爾不會被打的話 欸... 才剛說波爾不會被打 他媽給我去打劍制啊 王八蛋 你看這個遊戲真的是... 非常令人討厭 劍制這角色不是也很令人討厭嗎 對啊 至少他現在沒有那麼狂妄了 沒有到那個... 每個... 幹 劍制你不要那麼痛 你看波爾 波爾可以比百戒還好慢 波爾跟百戒一樣慢 波爾真的比百戒還好慢 波爾當初設計出來就是拿來被打的 對 拿來被打的 所以你就是面對 你必須要讓刺客 或者是近戰打波爾才行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他關卡出的設計統一 就是物攻... 物防基高 物防高 然後樹攻高 然後樹防基基 然後樹防基基 對 那時候 那時候你會碰到鬼山泰跟波爾 還有羅剎王 這個我就不先講了 然後還有哪裡啊 三大練角的地方就是 一個是怪奇 一個是武道館 然後一個是... 我還是建議你先練天機啦 你波爾放在第二層 你天機的太強了 那你基本上就會有這幾隻高星的 然後... 再練... 仲介推他練什麼 他以這樣子樹攻為體系的 隊伍的話 去螞蟻啊 螞蟻嗎 如果樹攻的話我會推螞蟻 螞蟻嗎 能補 你要練劍制也是可以啦 但是劍制... 劍制就是一個他死掉其實比他... 他這整隻也很噁心 就算他再死掉不是嗎 你也... 呃... 也是可以啦 但是你要先看到這邊 造成樹傷害 你百界的仙速師匠也可以增加他的樹攻 跟他的治療量 可以增加他的樹攻跟增加他的治療量 那他本身... 那他又可以提升奧義抗星 那假設... 他假設你把他練好的話 他可以直接靠一個奧義 就擋掉他三個天賦技能 他這個奧義本身就是一個很強 他加...加血 而且... 假設你秒剖掉劍制 你體質好的劍制 他可以一直靠奧義補血 我真的碰過... 殺不死 我...我還願意想說 殺不死的臭肥仔 我還願意想說他一打八啊 蛤? 什麼一打八 一打八 自己單... 自己單挑八哥...八哥AI之類的 戳到...戳到被打 我想到一個... 好懷念一個關卡 那關卡在哪裡 飛...虛空層之一嗎? 好像不是 不是不是這裡 你說... 你可以跟我很怪的 一大堆小... 一大堆小... 刺客會分身 然後瘋狂打在那裡 喔那個喔 那個前面 再前面一點 龍宮不是 飛天層之一嗎 飛天 再飛天... 飛天有一個暗殺部的 三隻的 呃... 飛天嗎? 對... 我記得是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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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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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還是5 4還是5 沒記錯的話 就是會有一堆... 會有一堆那個... 好像... 4還是5... 好像不是飛天耶 我記得是1耶 在哪裡啊? 鬼哭1吧 鬼哭1 鬼哭1 想幹嘛 我不知道啊 你想幹嘛 你剛剛說箭字放上去嗎? 箭字放上去應該一刀一個了啦 這等級太高了 這等級太低了 甚至你會看到箭字神幣 如果你... 你百戒那時候有練起來 你可以這樣子玩 可是我覺得這個應該... 沒有沒有沒有 來讓你看一下百戒十字 沒有沒有沒有 當初... 當初百戒... 百戒打這一關 根本就是碾壓 而且還是... 而且還是... 不行啦 體質太高了啦 你看這什麼鬼 百戒會閃避啊 百戒會閃避 百戒閃避不好嗎? 沒有不好 我告訴你喔 當初... 當初百戒為什麼會碾壓的原因 就在這喔 因為你只要扛著 它... 一發下來 對... 對面就全死了 對... 沒有 就是等級碾壓 可是當初... 可是當初... 當初... 當初百戒為什麼會碾壓 最大原因就是 它那個什麼 它那個攻擊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對對對 它這個念力爆發 百戒本來就是一個設計 挺好的一個角色 但是你要練箭字也是可以啦 假設你箭字放普通的裝備 讓它快點死掉 給百戒加混也是可以的 而且... 友情必勝跟... 友情的夕陽 都是讓角色 繼續存活的一個關鍵點 還好友情萬歲拔了 不然我現在一樣 會不會拿箭字去送死 打舞蹈館 然後讓它出現在怪奇之塔裡面 然後去招他別人 幹... 幹別吧 別吧 就算沒有友情萬歲 那三招也有新人的好不好 我知道 要... 要嘛... 要嘛你打死他 要嘛你就不要打死他 打越強的設計真的蠻喜歡的 真的...武藏真的蠻特別的 武藏... 他的技能也設計得相當好 提升物攻暴擊 然後提升物攻加自己的 慣例潛能覺醒 然後也同時加自己的聚合閃 果敢之印 就是暴擊直接提升果敢之印的機率 就是他只要能夠不被輕Buff 然後他本身的... 防禦也算中庸 就是不會說哪一個特別弱 破防也偏高 你也不用擔心說 對方的格擋住都沒有辦法破防 那你只要衝高命中 看...看裝備啦 他...看需求去撐高他的防禦 然後命中提高 他就可以一直蠻攻傷害 然後一直...一直打起來 可惜就是角色太多 裝備太難上 我根本就沒有機會聞到他 當初... 當初的配置方式就是... 物攻裝 然後那個什麼 加命 加破防 加暴擊 三套下去 甚至你可以不用衝暴擊 你就靠他... 持續放奧義 放去契合斬 然後增加自己的暴擊去疊也是可以的 這也是一個越打越強的角色 而且技能射擊完全... 沒有什麼問題 你現在可以讓他... 你現在可以讓武裝去騎學看那個什麼 哪個 看...隨便...單挑... 隨便啊看你要單挑... 加拿你140等的空裝我當去幹嘛 就單挑一個隨便一個關卡 黑蒙1好了 黑蒙1會不會太低啊 好像太容易切了齁 不行 有沒有70等或80等的關卡 因為有吧 7、80等空裝打得贏嗎 會不會切太快 之前拿武裝去切龍車 可是這是140等的武裝欸 好我們試試看這個好了 會嗎 現在快應該... 應該你只會看到瘋狂暴擊 可是這個會降魂欸 這不行 這樣就降啊 這樣就降啊 你只看他平砍而已啊 平砍還行啊 果敢之印一直疊 好像太容易一點了 3 4 5 6 7 8 這一定暴擊啊 這不暴擊天都瘋了吧 呵呵 你有沒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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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 那個... 紅毛出的時候那個暴擊畫面 那我們去讓他去鬥紅毛 呵呵呵 傷害武藏 這你可以眼壓了吧 紅毛 紅毛欸 我記得當初 紅毛這個攻卡出的時候 直接被噴爆 你知道嗎 那個傷害... 那個傷害他媽超... 超硬的 傷害武藏 哇... 暴擊不了了啦 武藏支持 沒有啊 紅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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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毛有防爆啊 他防爆... 紅毛也有被打擊... 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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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傷害... 哎呦... 五藏... 這個殘血加雙傷... 上啊...五藏... 剁他啊... 掰紅毛... 好還是打贏 可是... 可是你還想起來吧 當初四隻打一隻 結果下一秒的話 沒就是被紅毛的... 啪啪啪啪啪啪... 真的... 那時候... 那時候這個... 我們整個大卡關 就是你... 必須要用一隻腳的時候定... 你即使用什麼蛇眼之類那種... 那個... 鏡段... 鏡段天賦才會有的... 技能去定... 那個... 也打不贏... 超級通... 那是極限於那時候啦... 沒有啊... 打到... 打到最後的下場就是什麼... 紅毛攻擊無限提高 然後下秒... 啪啪啪啪啪... 然後千斤之后下去... 千斤之后就全死了... 死一排沒有... 蛤... 那... 我覺得... 這影片應該可以結束了吧... 好長喔... 要聊... 剩下再聊其他的... 還滿... 除非你忍幣會復成長... 再來就是... 你怪奇之... 呃... 再來就是... 你的忍幣就花在... 調查團上面... 那你要... 你真的... 你真的要去體驗... 抽轉蛋的快感... 讓我彈一下氣... 兩個選擇... 一... 抽這個... 史上最爛機台... 雷神機台... 我再示範給你看一次... 喔... 小飄我騙... 喔... 我們抽到座布童子了喔... 可惜可合... 但是... 我記得... 後面有一個東西... 就是... 不管你是廚... 美食的... 你他媽在... 打我的臉嗎... 你不要看我這個影片下去... 就是給我抽兩隻座布... 欸... 幹... 三... 兩隻... 三隻得意角是怎樣... 你現在... 你現在是被我噴... 心有不滿... 無視自己是一個... 史上最爛機台... 所以給我三隻得意角... 好喔... 快點...你還有70抽... 不要... 然後... 那... 我... 可是這個... 右邊這個... 競段機台... 你又必須要把... VIP等級刻到... Label 8才行... 對... 你要... 累計... 出資滿... 15000人民幣... 你才可以... 那個... 開啟這個... 競段機台... 台幣是多少... 你出於1.3... 欸... 你出於1.8... 我...我直接講... 8000多... 我...我直接講... 我...我直接講... 那...當初... VIP等級好像是... 4000還是... 4000還是... 5000左右... 沒記錯的話... 那我...算吧... 15000除於... 1.8... 為... 8333塊... 那... 你...你... 也不用... 充得特別急... 你只要... 你只要搭配... 每10等的那個... 升級... 那個什麼... 特賣獎勵... 然後再搭配... 雙周除... 就可以除上去了... 那你也不想花那麼多... 也沒有關係... 那就是不要抽... 精彈機台... 你要在這個... 雷神機台裡面... 浪費人幣... 我沒有意見啦... 反正... 就是... 我還是建議你... 把人幣花在... 魔獄調查團... 魔獄... 那個調查團裡面... 特選裡面的角色... 其實有些都算... 都算是很強的... 晚安... 然後... 還有啥... 沒了... 沒了... 喔對... 花人幣... 我只建議你花在... 買體力跟... 調查團... 然後... 怪奇之塔... 你要換就換豆腐... 你想換豆腐就可以... 然後武道館的時候... 你要換百戒嘛... 百戒可以跟豆腐... 呼一... 然後... 調查團開啟的時候... 先換其道田基... 那你人幣多的話... 你可以再... 再去買... 再去調查波勒也是可以的... 仲介的話... 你看你是要選擇建置... 寶百戒命... 或者是螞蟻... 螞蟻的樹傷害... 也算是很可觀的... 他可以... 增... 一直增強自己... 並增加其... 喔... 增強同一條... 奧義線上的... 隊友... 他可以增強... 同一條奧義線上的隊友... 聽起來不錯... 對... 那假設... 我放幾隻樹勢好了... 不是好了... 不然等一下打太痛... 他們就全死掉... 我也沒辦法... 希望他可以撐得住... 他可以加整一條... 所以他很適合... 他是... 算是標守隊的核心啦... 如果你有讓... 你們不要打波勒... 叫你們不要打波勒... 波勒好像本身有嘲諷最高的特性... 那... 這樣子也太合理... 這次叫他們很超波... NO... 你們要死了... 喔... 假設你看... 螞蟻放了奧義... 那... 你會看到波勒... 他本身會有一個... 加速攻加速防的... 那個... 特效上... 你有沒有看到... 那他... 對... 假設你整隻... 標守就是... 整排一起動的話... 那他可以同時加... 整個... 整個... 標守隊伍的速攻跟速防... 那...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打速攻的標守... 所以... 你要練的話... 甚至你可以配奎... 因為...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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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他也可以提升速攻跟速防... 然後... 螞蟻的話可以幫他提升更快... 那...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 一直什麼... 背水一陣一直補啦... 奧義補血一直補啦... 之類的... 反正... 仲介角就是強到飛天... 我覺得... 呃... 反正就是這一... 劍制螞蟻... 看你要怎樣... 你還有其他會想練的嗎? 其他我沒有覺得特別適合... 而是... 夜障化是很強... 但是不適合速攻體系... 嗯... 夜障... 目前還沒想到... 好... 那你... 基本上你要... 你真的要練劍制也是可以啦... 呃... 我會推薦你練螞蟻... 好...就這樣子... 怪奇之塔... 欸等一下... 蛤... 那個... 服什麼呢? 就是... 那個... 妖子能力仲介的那個... 那個... 很像護身服的那個... 喔... 這個是獎牌... 獎牌... 獎牌的話你... 等級升到一個地方... 關卡都要一個地方... 二三四五到關... 不不不... 二三四雷台的話... 你可以派九隻主戰力去... 跟別人... 跟別人打PVP... 就是... 三... 兩個... 兩個... 就會去打PVP... 打完之後... 精英角的話... 有的都沒有比... 仲介角還要強... 精英角就是起始三星的角色... 等你抽到了... 等你... 雷神免費抽到了... 或是從哪裡... 撈到再說啦... 我還是建議你先去換仲介... 仲介角會比較好... 恩... OK嗎... OK... 阿你當然也可以靠這個啦... 這個你看... 你... 解這個... 幾點王力... 還有...先給你300... 好... 怪奇是豆腐... 武道館是百戒... 然後... 調查團先練天機... 之後再練波惹... 仲介的話... 精英角的話... 等你抽到再說... 因為他們需要的拼快速... 欸... 其實一樣啦... 但是精英角... 等你有再說好了... 不然你光是要邀出來... 就要... 換50次... 而且... 一天只能換一次... 你等於是你要... 擁有充足的獎牌數... 還要等50天... 你才可以自己... 撈出一隻角色來... 如果說你真的是... 覺得你... 忍必多到不行... 你可以從... 雷神十連抽裡面撈啦... 但是你看到我剛剛... 三個十連抽... 通通都沒有了... 通通沒有任何的精英角... 他有可能給你... 友情... 友情... 起始一星... 起始一星... 起始一星的角色... 而且... 假設如果說... 你也有克幾百嘛... 那你應該會有... 螞蟻可以邀請出來啦... 螞蟻應該... 20拼快就可以邀請出來了... 那你這樣的話... 其實... 假設你要進度快一點... 趕快到我星的話... 你中介角可以練螞蟻... 測的話...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練測啦... 測他給你15塊嘛... 小飄跟咒殼... 對... 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就先這樣子好啦... 這裡... 這... 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 養成遊戲真的是... 很花時間... 好... 那這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我不知道哪一些一寸狂熱者會看到這裡... 我是天師... 這裡是天師蓋壁啾... 這是一寸類似新手教學的概念... 喜歡就訂閱一下吧... 我會繼續拍... 10F相關的影片... 掰掰...